美版的16 Pro系列才是真正的完全体 国航的简直就是个阉割货 因为说实话 作为一个了解手机的环境美二手手机博主 国航iPhone阉割的问题已经是老生常态了 以前的话在一些硬件上 在一些软件上小小的阉割也就算了 这一次16系列阉割的可就大了 首先只有美版的iPhone才支持AI功能 国航何时能开通AI功能连个时间表都没有 有人会说了不是说明年开通吗 那么官网上面写的是中文版的AI 将在明年开通并没有指国航的iPhone 如果没有了AI 那你买iPhone16还有什么意义呢 还不如买15以下的iPhone机型 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那么你从AI软件上阉割也就算了 这次硬件都给阉了 很多人都没提到美版的16系列 它是支持25瓦的无线快充的 如果你不信买到了国航的16PM 不好意思 还是只支持15瓦的无线快充 这一来直接少了40%的一个速度 而且这次无线快充的阉割 还不止在手机上 手表也给你腌个回去了 甚至S10的充电速度不如原来的S7块 这个逆天的操作 真的 苹果 你还想让你的国航再卖下去吗 那么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 像什么美版的毫米波雷达 你在国内也用不上 像什么eSIM这些功能 国内也用不上 但是这一次16为啥卖的不好 发售三天了 16PM都已经破发了 苹果你不找找原因吗 如果说是真果粉的话 还是得入手美版的完全体的iPhone 比如今天教给大家如何体验完整版的AI功能 就现在立马就能体验上了 这个是小杨手上的15PM 这个是美版的 上面写了美版的合约机的一个版本的 除了你需要一台国航以外的iPhone手机 还需要美区的一个苹果ID 这个是可以随便注册一个 非常简单 想要知道怎么注册的 可以在评程器打个666 一切ok了之后 苹果智能与Siri 这一个就已经出现了 让你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真正的苹果智能的一个Siri 但是现在的话还是没有那么好用 因为它必须使用英文才能正常进行交流 跟Siri进行交流 不过有一些功能的话 可以提前用上了 比如说通话录音的一个功能 我给大家试一下 好我们现在点击通话 现在把这个电话已经拨打出去了 也是拨打了国内的一个号码 接通之后 左上角这里会出现一个这个功能 我们直接点开 然后它会通知对方 我们进行的一个通话录音的一个功能 ok 那么我们现在随便说几句话 12345 然后我们现在把电话挂断 好 等待一下 直接把你把这个通话录音 已经给你记录在备忘录上了 然后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 它这个已经有识别了 看到没有 这个通话录音功能 已经可以直接使用了 我用的也是国内的卡 只是美版的机子 然后美区的ID 这样子就轻轻松松用上了一个AI功能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 你国行阉哥也就算了 为什么你的价格卖这么贵 美版的价格为什么这么便宜 比如说想让手上这个15PM的256G的价格 你才猜多少 50张出头一点点了 特别特别的香 还支持AI功能 你说谁会去花1万多去买个16PM的国行阉哥版本呢 评论区讨论一下 谢谢大家 好